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觉得我们的民族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比你做得更好 开放的文明应该说从历史角来看更有生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强调 文明之间要对话 不要排斥 要交流 不要取代 为了推动构建一个和平与进步的世界 文明交流互建不仅是重要的 而且是必要的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类文明也来到新的十字路口 面对疫情引发的隔阂对立和信任赤字 我们要如何推动文明交流互建 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全国政协常委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 与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欢迎贾教授 谢谢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远远流长的文明历史 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人类最早进入文明阶段 并且唯一没有中断过自身文明发展的文明体 中华文明的发展 既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又具有自身文明发展的特殊逻辑 江老师你好 这个习仲书记一直特别关注文明交流互建 能否请你给大家讲一讲 习仲书记说的文明交流互建是什么 交流互建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呢 人类文明交流互建 主要指这个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相互的学习 相互取长补短 更加的完善自己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和不同部落 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 不同文明背景下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也是整个的文明活动的一部分 就拿中国文化来讲 它既是中华民族 在生活生存生产 然后思考的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 同时也是和其他的文化 相互碰撞 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没有一个文明是孤立的存在 开放的文明呢 应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更有生命力 因为它可以从别的文化里边 不同的文明里边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来刺激自己更好的发展 更具有包容性和生命力 对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们经常说中国唐朝的时候 对吧 来自于西域的不同的文明 到了长安 然后我们中国的很多东西也传到了西域 这样在两种不同的文明之间的交流过程当中 就产生了很多璀璨的文化和艺术 实际上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 文明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始终存在的 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交流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成立100周年的这个讲话当中 他曾经提到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那么这个词提出来过来 大家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您能否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个人的理解 这个可能在两个层面 一个是国内层面 那么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那么在国际上 最近这些年可能出现了 我们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么一些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那么当年西方一统天下的这样一个格局被打破 那么这个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 可能更加平等 或者更加对称 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世界文明新形态一种体现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自然界遵循生物的多样性 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既然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不可能有两个国家是一样的 并且也不应该强迫所有国家都变成一样 否则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就缺失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旨在消灭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美国在国内强调政治和文化的多元 但在国际政治中 却不能容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所以亨廷顿警告说 多元文化主义者想把美国变成世界 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想把世界变成美国 看到文明 大家就自然而然会想到 已故的美国的著名的政治学家 亨廷顿曾经写过文明的冲突 那么现在在西方 尤其是在美国 还有很多人在翻炒文明冲突 很多人还想去改变 或者去改造别人的文明 我想听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看法 文明的冲突自古以来就有 不同文明之间的这种碰撞 应该说是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而存在 到底人类的文明的冲突 会在多大程度上界定人类社会 我觉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取决于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我是觉得在过去这些年 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 我觉得随着人类文明的水平的提高 逐渐的大家开始接受不同文明的存在 开始越来越多的去强调文明间平等对话 应该说这个人类文明的冲突不应该决定人类的未来 相互交融相互借鉴也应该是人类未来的一部分 或者是应该是主流的部分 对新冠疫情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您看现在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 其他方面还存在哪一些对于这个人类交流 文明交流互建的障碍呢 我觉得在价值层面上 这个如果大家能够平等的进行交流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是一种互利的 会对双方都有巨大好处 当然这个现在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啊 就是属于强者的这一方 常常认为自己的这个价值观是最好的 所以呢他倾向于这个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来给对方施加影响 那么这个就造成这个国家之间啊 常常出现这个很多矛盾和冲突啊 比如说中美之间可能就有这方面的问题 价值观的差异呢 我觉得不应该是人类或者文明间交流的障碍 包括西方也是一样 我觉得西方我个人感觉就是 他们在个人这块有的时候往往走的有点极端 对在这方面其实这个 可能相互也有借鉴的这种空间吧 像美国他更多的强调个人权益 在美国人的眼里呢 他认为这个个人权益决定了这个 他这个群体的利益 也就是说小河有水大河满 他觉得你只要这个个人权利保护了群体的权利就保护 但是在中国呢 这个我们是强调的这个群体的利益 界定个人的利益 我们这个思路呢正好跟他相反 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 所以这就由此引出了一个可能我们大家都关注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全世界的文明有这么多的不同 对吧 全世界人类的文明呢 它的交汇点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提出的这个全人类共同价值 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个价值的话 那现在面临哪些困难呢 我想共同价值呢 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大家都认可的这些价值 那么过去呢 西方人提出来叫普世价值 遭到很多国家坚决抵制 因为普世啊 它带有这种宗教的色彩 特别是西方宗教的色彩 所以它遭到抵制呢 好像也在情侣之中 那么民主 那我们中共也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现在我们讲全过程人民民主 只不过我们讲的民主可能跟美国的民主不一样 那么这算是有的时候引发争议的 我们都在讲民主 但是美国人觉得我这个民主可能比你来个民主更好 那我们觉得我们的民主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比你做的更好 但是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说的 人类不同的文明之间应该是有 而且现实当中是存在着一些共同价值 其实在根本价值层面上 人类的差异没有那么大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大 只不过就是国家之间的这种国情不太一样 那么使得这种 大家对这个如何践行这些价值的做法上 有很大的区别 如何理解对方 尊重对方的一些做法 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 我完全同意 你比如说讲平等对吧 美国人也讲平等 人生而平等对吧 我们也讲平等 但是美国人可能更多的是强调机会平等 他不强调结果 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之下 你比如说我们就讲扶贫 那中国政府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去扶贫 那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但地球上有不同的文明 正因为我们文明有不一样 因此我们应该相互学习 借鉴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文明要相互交流 互鉴 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 甲庆国教授做客大变局 再次感谢甲庆国教授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本期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